书界上回 揭说这一段雍正剪辖图 上回书说到同林人等 攻打来龙山 这有人喊的 回头一瞧啊 是徒弟刘遵 他一瞧刘遵就知道不好 怎么 皆因为二侠个猴杰呢 带着于衡等人现在都在这呢 刘遵呢 是跟着年庚遥的 年庚遥跟巧 要说老一份的 现在就剩下南辖北辖镇东辖 年少的呢 也就是经常伺候 年轻差的这几个人 就是川云伯玉虎刘遵 杨小湘杨小翠 走的花刀红蕴 司马良下九龄 就这几个孩子 现在呢 年工馆那没什么事情 所以呢 大部分的剑侠客都在来龙山这帮同林呢 那刘遵怎么会追到这来呢 刘遵要到这来必然 年工馆出事 亲差这一定有事 但这还打着仗呢 那也不得细问也得问 那边说是出事吗 还真是 年工馆出事 自从二侠侯杰 带着这帮人一走 年工馆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你年工瑶就应当回京啊 但他不回去 他为什么不回去呢 他别造反呢 书中代言年工瑶现在是九省精队 这个权力就大得没边了 他一只信服能调动九省兵马 您琢磨他还乐意回去吗 他要各处里头去巡查 各处里头去联络 整个大清朝 多一半的军权现在都在他手里头 他的野心极大 那么年工瑶憋着到晚 他不愿意回京 可是呢 跟前防护的这些个人 一般当兵的就不提了 主要还是靠着几位侠客 跟同龄这个徒弟 这三侠呢 按说也都岁数不小了 也不回家 为什么不回家呢 就因为年工瑶把人都得罪了 人都走了 这老哥仨要再走了呢 怕同龄回来没个交代 这仨都是跟同龄最好的 就跟那儿忍着 可每天呢 也得寻耕下印啊 几位老侠倒是不辞辛劳 把咱分分班吧 这样吧 南侠震东侠呀 咱们官俩呀 算一波 北侠呢 带着孩子们算一波 咱们就是前后印 以三经为界 就试了 好吧 就这么定好了 每天如是呀 习以为茶 自无输可表 那天天都这样呢 就没事了 他得有试啊 这天赶上班约 东侠跟南侠两个人 带着自己的军人 一看大人将然安息 这儿是从自己的屋子里溜达出来 说是巡查呢 也无外乎啊 就是房上房下 公馆的前后转有这么两圈 没有什么特出的呢 也就回屋了 天天都这样 南边有些松懈 诶 独单今天该招出事 就瞧有个人影啊 在房上 动作呀 十分的迅速 南侠呢 暗中打招呼 跟东侠两人就跟下来了 一看这位啊 显然是道路不熟 探头探脑的 他找呢 大概是找钦差大人呢 他也不知啊 他找的对不对 他在这府里头啊 瞎撞 但他动作很快 南侠东侠就瞧的这个行动啊 就知道这根武术绝对低不了 那速度在这呢 两个人一琢磨 他撞来撞去 真要是撞的年钦差呢 无了去 就凭这位这个身手 恐怕钦差有危险 俩人一琢磨 干脆别打哑咪了 惊动惊动 你把你惊动走了 就是了 两位老侠呀 想着这儿可就把冰刃全都亮出来了 情剑在手 那可就不客气了 用手一指这道黑影 说朋友 你别在府里瞎转了 有什么话 咱府外的说去吧 这个人听完了 本来在房上 等一下 蹦房下去了 上院子里了 这可出乎于二位老侠之了 怎么 想把他惊走 你已经被府里边护府的人发现了 难道还不走吗 还敢往院子里蹦 就说明人有恃无恐 两位老侠可有点不痛快 各情军人也纵下房来 到院子一瞧就愣了 怎么 这位已然亮出一口刀里 这口刀 光滑四射 一看这口刀就不俗 在韩拿刀的这人呢 二位老侠更愣了 怎么 是个老和尚 老和尚啊 一瞧 南侠东侠两位长者 岁数都不太小了 一人一口宝剑 准之这是保护 年庚瑶的侠客 这个老和尚 面带一丝冷笑 手擎着这口宝刀 乌弥陀佛 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我要拿狗官年庚瑶的性命 这不像出家呀 有道行的和尚说的话 手持利刃 银业之间来到公馆 行刺钦差 这什么和尚 什么和尚 这位可了不得了 这位要按他的发明说 叫绝禅 江湖人称光明披露佛 绝禅那是他的法号 他俗家呢 父姓末其单子名林 有个末其与修也不是旁人 就是他亲哥哥 无形见个末其与修啊 是末其临的 逆乃同胞的亲掌兄 这哥俩啊 还是采尖板下来 岁数离得很近 不是说差个七不岁 没有 就差一岁多 哥俩长的呢 可不一样 末其与修啊 小的时候就没长开 您别叫最后末其与修啊 抽抽到二次来 馋了 他吃毒药抽抽了 就是他不抽的时候 也就无尺多高 哎 老道 末其临个不然 比他哥哥长得好 哎 不说一表人才吧 反正小孩挺精神 他会点武艺呢 还是跟他哥哥小的 末其与修好练 交给老二末其临练 他爸爸呢 就这末其老爷子呢 他以前这俩儿子都练 他怕俩儿子出去打架去 他呢 没事找人给算命 看看我这俩儿子命运如何 这一算命算出事来了 这看相子说呀 您这俩儿子不能在一块儿待着 他们俩这个命相犯冲 互相客 俩人远远的没事 俩人要在一块儿 必死一个 您的家宅还不安 老爷子一瞧 你家这玩相犹新生 我要不动这心 不找看相子给批这把字 也没事 我一批还能给批出货来了 可没敢跟这俩儿子说 老头呢 暗含着又换了一看相 又找一批把字的 倒霉上挂摊啊 你看一个了 倒一回没就完了呗 不急 还要继续倒霉 又找一位 不知道啊 这二位啊 是真有能耐啊 还是师兄弟一庙里排出来的 和二位这说法简直就一样 老头还不慈心 打这请了若干 都说这哥俩呀 犯冲 也藏不住了 就把这个话呀 慢慢的就透露出来了 得有一个出家的 俩都在家不成 那末期与修之大哥呀 带着这兄弟一块长大 还教他些个武艺 末期与修武艺又有所成 我干嘛出家呀 我呀 我云游去不就完了吗 我上外头啊 闯连闯连去 他可就走了 他走了 那末期临问老爷子 我哥干嘛去 你哥躲出去了 干嘛躲出去 这不找着个批八字的 给你们哥俩看 说你们俩都在家呀 犯冲 有一个不好 不定谁把谁克了 所以你哥哥躲出去了 老二末期临一听 那还不简单吗 我出家去不就完了吗 他也没等我去修回来 他上庙里去了 他上庙里这老和尚 老方丈一听他这理由啊 乐了 说这可不行 说这庙里头啊 出家呀 那和尚 是万般无奈 没地方去了才出家 谁愿意出家 你们家里头啊 虽然不是说大富大贵 务农为本 总算小康之家呀 那么你哥哥呢 跟你 是这个兄则友啊 弟则公 你们是啊 弟兄里的手足情义 他呢不愿意克你 你不愿意克他 但是我呢 作为出家人呢 不能引诱啊 梁家子弟随便的出家入沙门 你这个理由不充分 我呀 开导开导 哎 你回去吧 他越劝你那墨七林那样 还挺宁 不成 非出家不成 说你要不让我出家呀 我真回的家 我哥哥也回来了 可能我们小时候这命向不准 真等我们哥俩都够十八岁了 啊 我这个命成了 把我哥给克了 算你算我的 我爸爸找多少人瞧了 你要不收留我呀 我可就不活着了 跟老侯呢 要上吊 老侯一瞧 还有什么庙里上吊的 老侯一琢磨 那你死就败烈的 你回家 啊 你要想出家也行 有你父兄之命也行 你让他们跟我说来吧 不 我不能让他们 我爸也不舍得 他能把我哥挤这走 他也不让我出家 我哥回来 令他出家 他不能让我出家 您甭废话了 谁也不问 我自己主得了我自己的事 这个您就给我推头 换身和人一扔的 我就算您徒弟 老侯一丁 您还有这事呢 这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我们这和尚也随便收徒 这不是扒着脑袋 就一个 对我们这庙里天口人哪 天口人的挑肥 这大人 就说这一个人吃饭 饭里有大有小 要都程晓金那样干了 就不是程晓金那样的 天窗筷子 不是那么容易 吃一顿行 您天天不着吃 您琢磨琢磨 十六七半的小子吃死老子 老和尚也喊我 墨西林一听 你这和尚你怎么就算热账 我吃着多 我还出力多呢 我还干活呢 你现在这庙里 雇人不雇啊 有啊 有烧火的 完了 全此烧火的 做饭的 他们都甭管了 都我一人来啊 我有力气 我还跟我哥哥 小个两天五 我带你这 一个人 盯八个人用 老和尚说 那我找其他的和尚们 研究研究吧 老师傅也是被逼无奈 这才召开啊 佛前会议 把几位当家的主事的和尚啊 全都请来了 大和尚这么一研究 你十六七小孩自己 非要出家的理由啊 是在家怕客的哥哥 几位一琢磨 那咱要能干活也行啊 这么着吧 同意了 打这儿可就是 主持方丈老和尚 收得为徒 排字就排在这绝字上 就给他起个发号呢 叫绝缠 这绝斩小和尚呢 就在庙里头 就在舍的庙里头了 那他在庙里还真勤快 您还别说 他也聪明 要搭着小伙子真棒 真用他自己那个话了 一个人当八个人用 每天呢 把别人活他全包了 还跟老和尚呢 学念经 这天呢 大爷末七一修找来了 没找他 直接到老和尚 到家一问爸爸呀 说老二自己的主意啊 把自己舍的庙里头出家了 说俩人啊 一个在家呀 一个出家 这样没事 就没有伤好 就为保护你 默契一修一听的都打个事 出家也轮不上兄弟你呀 我出家呀 默契老爷子一听 对 那我就算甭抱孙子了 他出家 你再出家 你们俩都出了家了 你们懂得什么叫 负负得正吗 那庙里都得死一个 默契一修说 出家我就非这个庙里出家呀 他不和尚庙出家吗 我再出家 我老到庙 我也不能跟他一样了 我先把他找回来 他还俗我在出家 老爷子一琢磨 知子莫若父 这孩子都是我生我养 老头知道我 这脾气都随我呀 宁啊 在家默契一修 他也管不了啊 他有把势 老头也拦不住啊 默契一修找庙里了 他不找他兄弟 找老方丈谈判 这个我们家站着房躺着地 不说大富大贵 务农为本 小康之家 你怎么引诱梁家子弟出家 老和尚一修来了 来了 这话我都说头了 我们开会不是一位 庙里所有人都能当正人 是你兄弟呀 死去白列飞要出家 我不愿意让他跟我这出家 可是他在我这表现不错 是真的 他也很聪明 跟我学念经啊 比别的孩子学的还快 聪明啊 他干活还勤快 但那我也不愿意他出家 为什么 这么聪明能干的小孩 搁的哪都行 放的哪小点什么都成 贤途不可限量 干嘛出家当和尚 他这个理由我们也知道 那么你要能劝他回家呢 我们这庙里没意见 放行 我们让他欢俗 让他回家 墨基于修说那行啊 您把我兄弟找来吧 把小孩绝馋就给找来了 绝馋还真拉得下来 一见面一条大哥双掌合十 我说阿弥陀佛师主好 把墨基于修气的 管义乃同胞亲大哥叫师主 你说你够多么混蛋 这样吧 你不出了回家了吗 行了 算了 兄弟你这心尽到了 你让大哥我也尽尽心 你回家 我出家 我来两天行不行 老孩说 你们这轮班不成 您拿我们这儿 开玩笑呢 这儿 你也推不当回事了 您那主意不行 您也不用在我们这儿出家 您把他领走就是 绝馋说 师主不要再次搅闹 打扰了武师的清修 我们这几位老和尚 都是道德高尚 都是有德应的老禅师 老沙迷 您可千万呢 不要再次胡闹 说我已经出了家了 这就是寂静事实了 您那不如呢 在家里边 好好的待几天 家里也没事了 娶妻生子 您这一家的人家 然后呢 替我呢 侍奉侍奉 这位墨齐老施主就是了 爸爸都不叫了 墨齐老施主 和墨齐羽羞这个气呀 行嘞 小子 那你就别怨咯咯我了 我把你绑走 哦 您有能耐 您有功夫 把我绑走 绑走到家了 得功儿 我还跑回来 绑极了 我就自杀 老沙迷说 你听这是我瞎说吗 他要在庙里的上吊 我害怕这时候 我才 啊 屈从于他 你这亲哥哥 你有什么主意的 我 你 我也没什么主意 怎么说都不成 那你忙去吧 墨齐林啊 走了 回自己的僧房 这跟老和尚说 我怎么办呢 老和尚说 嗨 你呀 常来点 时常的归劝 我这呢 也挤着挤着他 你这呢 也劝着点他 他在我这待着不舒心 他就跟你回家了 好吧 那只能这样吧 打这说 本来师父挺喜欢他的 改变策略了 开始挤着他 原先的 老和尚让他少干活 说你能干 你也别多干 多跟我小念经 现在老和尚不教了 他拿着经文啊 追老和尚 老和尚不教 老和尚说我没功夫 说你这个素质啊 你这个头脑 当不了和尚 一求不通 干活去吧 让他管干活 他心里明镜呢 老和尚挤着我走 他哥哥来呢 又卖山音 怎么样 那庙里都呆着 舒心吧 好干吗 好干 跟着干 不好干 家走吧 家里不受的嫌弃 一来二去 墨琴林明白了 小孩聪明啊 啊 这是跟我师父俩人啊 弄的活橘子 这就俩子骗我回家 行嘞 我瞧瞧是你们这老家贼机灵 还是我这小家球有道行 这回好 老家贼让小家球给钻了 墨琴林啊 单等他哥哥来 一咧嘴 哥 哟 来这么多趟叫施主 这回叫哥了 怎么着兄弟 我回家了 这儿不成 就是虐待我呀 老和人静干活不交东西 我小点经文也好的 他不交 这和尚当的简直没劲 可是有一节 您得给我点钱 怎么还 当和尚还当初有饥荒了还 要钱干嘛 要多少 都不多 您得拿几十两银子就行 我在这庙里头啊 哎 结交这些个师兄弟们 结出交点感情来 临走的时候呢 没别的 每人赠送点小礼物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就跟您回家了 墨琴雨修一琢磨 就咱家这家庭瞪眼 要说拿几十两银子 不是拿不出来 一时犯不到啊 那我得给您凑凑 现在墨琴雨修满脑子 只要墨琴林 能跟他回家就行 没多想 行了 那我回去办钱去吧 墨琴雨修还真不含糊 要几十两啊 整弄了一百两 过几天把这一百两银子凑齐了 给送庙里来 墨琴雨修一乔很喜欢 好嘞 行了 您把这银子搁这吧 三天 我把庙里的事情全都处理好了 三天之后 您上庙里来帮我扛着铺个卷 我跟您回家 这就算还俗 另外呢 我得跟老和尔把我那杜碟要出来 那杜碟我得作废 得注销去 哦对对对 好 你先别注销啊 你到家 万一我再用得上呢 那您单找地出家去 您别跟我这儿搅和 行 墨琴雨就回去 可就通知老爷子老太太 行了 老二要家来了 让我三天之后领他去 老大老大一瞧 房子现成的 他回来还住的那屋 啊 你们俩都岁住了 咱回来咱就说媳妇 谁先说成了谁先娶 都够岁住了 家里都啊 非常高兴 所有人准备 三天之后准备迎接墨琴林 三天之后啊 墨琴雨修到庙里了 找老和尔 老和尔说走了 走三天了 你陪我兄弟 那我不瞅 你没让我看着 三天前你倒让我看着呀 好 赶紧他哥哥刚一回家 墨琴林就颠了 就为骗这一百两盘缠 说要几十两 哥哥还挺大吗 给一百两 那他还不走 仗着有点把势 谁也没通知 走了 他走了呀 老康就知道 为什么 活没人干了 饭没人做了 到饭点 所有和尔都奔摘堂了 到那儿 大伙这等着 说现在话 平常都晚四十分钟了 粥也没来 饭也没来 大伙这饿着呀 都冲老和尔说 师父咱今儿怎么着 咱们今儿 今儿个 今儿苦秀 什么叫苦秀 饿一顿 不吃了今儿个 哎当初跟您出家 什么没说有这手啊 今儿就这手了 得了 厨房里不找人吧 一找绝禅呐 宗旗接屋 秃给也走了 人也没在 三天之后啊 末期雨休来一找 这就算明白了 庙里头无所谓 和尚本来就云有四方 末期家可不成啊 他们家里边 张铁寻人 那咱就不必细说了 末期雨休呢 也经常出去找弟弟 单说末期林 末期林走在人烟 愁密之所在 他有钱呢 我先打口刀 打了口借刀 夸着 更显威风 奔哪去 不知道外边瞎闯吧 要胖有能为的 拜人为师学艺 这回反正我哥哥安全了 我哥在家好好笑着我爸爸 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啊 走这么一座山 一条这山子愣住了 怎么 走不走 按说这时间呢 不应当进山了 可不愿意往回走 刚才路过电了 哎 没住 再走回头路 明儿还得走这么远 可是这个山 跟长路不一样 进山要撞出去了 好吧 撞出那在山里待一宿 可是犯不着 哎呀 一咬牙 小伙子嘛 年轻人就这个头脑一热 要该找我呀 有命 进山我能瞅着呀 山居的村民 我也能够吃呀 我也能够喝 因为我合着 一化圆就试了 借宿一宿也不算什么 遇见有个狼虫虎豹呢 就凭我落下的借刀 我也足能抵挡 真要说我没造化 我往这里头走 走到天亮 走不出这片山林 该找我扛一小刀 那没辙 那就这命运 哎得了 就这么办 阿弥陀佛 高宣佛号 卖大步踏山梁 往山里边弄闯 这天可就黑了 往前走着走着一瞧 这地方实在是找不着人间了 哎呀 自己就埋怨自己 哦 这气枪这火干嘛呢 倒退几步多好啊 人说嘛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就往回走几步就有电吗 身上又有钱 又不是没钱 你这庙也没有 你哪怕说山里的有个小庙 和尚庙老当庙都行 我今儿晚上有着落呀 感觉人越着急呀 越饿 你不想这事还行 一想这事 越发觉着鸡肠碌碌 他又是阔和尚 他哥哥给这一百两 小孩除了打戒刀剩下就是吃饭 他奶顿都不吃刺的 吃惯了好的呀 这一没什么可吃的呀 大黑爷在山里头啊 觉得走也走不动 往前一走一瞧 哟 后来有个亭子 半山腰那有个亭子 不知道这亭子附近有没有人间 我上亭子这瞧瞧 借着月色呀 他搬那亭子走 离那亭子走得窃近 他一闻哪 喝 挺香 勾着他这个食欲大阵 在亭子下面一望可见 亭子上都没人 紧走几步到亭子跟前一看 小八角亭 盖的挺好 也没有碑也没有文字 不知道什么亭子 半山腰一个小亭子 挺漂亮 十桌子呀 十凳子 自己到亭子里边 跨着这借刀 扛着自己的这个扑给 往这亭子里 这十桌上的蜜桥 莫弥陀佛 一看 太地道了 都摆好了 好多盘子碗 筷子酒粥 酒壶 全有 阵阵的香气 拿手一摸着蝶子 温的 这摆上时间不大 这菜还没凉呢 这个吃饭的人哪去了 你是这几个人啊 太会享受了 你别瞧不起住山里的人 人家单有这么一种情趣 你看晚上不睡觉 人家赏月 你瞧找这地方 半山腰 半山腰小山亭 山风阵阵 习习生凉 一抬头 一轮明月当空 有书星节点 这个林子里头夜压成蹄 你别说 这个晚上 林子里头各种的鸟鸣啊 野兽的叫 你要一人在山林里边 你听着呀 快渗得横得 你要是在半山亭 这人多 这是交响月 再一瞧这酒啊 真好 把这酒壶抄起来 打开盖一闻 酒不错 一看这几个菜 啊 姜汁松花呀 凉拌腐竹啊 花毛一体呀 炸拍菜 啊 啊 什么国府秘境 是吧 把这下酒的吧 哎 全好的 哎呀 太会享受了 喝着我有造化呀 牧密屠府 赶上这几位施主 快回来 不要等菜凉喽 我跟你们呀 讨一杯酒吃 讨点菜吃 等着吧 倒退几步 下亭子 跨着借刀 往那一站 他等着 没人 等功能太大 其实等的功能不大 他饿 他就觉得功能大 他这等着四下张了 瞧这闭一眼 瞧这闭一眼 瞧亭当这菜一眼 瞧这闭一眼 瞧这闭一眼 瞧亭当这菜一眼 这几位怎么还不回来呀 哎呀 贫僧我要醉过了 我不等了 不等是不等 和尚吃饭 挺厚的 莫其林这人不错 莫其林决蝉僧 二次卖不上亭子 抄几双筷子里 在自己的僧袍上擦子 咱可别祸祸 我呀 紧这一盘吃 我把一盘都吃了呢 那几盘不动 人家来 我好跟人家说 他要让呢 那就 我就算得着了 他要不让 不客气 多少钱我给他 我给这一盘菜钱算什么呀 就这主意 得了 咱们呀 别跟人都祸祸了 这几样 我最爱吃姜真松花 来吧 把这酒 酒杯 把自己的刀摘下来 连扑给往旁边一割 自真自淫 就是这松花 吃喝 喝 感觉饿了啊 这一盘松花呀 看这是一盘 实际就两枚 两枚松花的 拿馅一勒 一个勒八瓣 小瓣的 摆的挺好 拍点姜 是不是 兑点醋 兑点酱油 上边一洒 喝酒嘛 这倒很好 韭菜 但这俩松花下去啊 水蝎子不怎么遮 已然醉过了 是不是 干脆 这辅助也贵我吧 这也贵我吧 敢一撒开了 吃这一桌子 一会儿的工夫 风卷残云 绝缠僧一人 把他全去 酒也喝完了 哎呀 不合适 搁这银子 往这一搁 我就掉脸一走 银子不一定 烙得 摆饭的这手里头 谁打这一过 把银子捡走了 他白烙 还是等会儿的为师 他满养这几位 回来我给钱就是了 他也吃饱了 喝足了 刚往起 战身 从那边 过了好几位 这几位一边走 一边骂鸡 这一听说话 还有男有女 其中有个女的 我就说话了 你想这怎么话说的 吃个饭都犯小人 嗯 他刚偷吃人 这东西 他没经过允许 把人家这韭菜都吃了 他一琢磨人家回来 这话是说我呢 他倒急了 麦大布 迎着这几位上来 阿弥陀佛 女施主 为什么口出不逊 这女的一瞧 呦 什么多一和尚啊 身后的还跟着四个男的 这四个小伙子 停他一瞧啊 烘盘子烘盘 酒也没了 嘿 损了和尚 吃点喝点没关系 别来这手啊 吊虎离山 喝 真有两下子 把我们几位调出去 你这儿足吃足喝 贼和尚 这一马街不要紧 和尚更不干了 哎 不要出口不喧 吃多少喝多少 赵架赔偿 给你钱 不就是 佛祖爷爷 我有的是钱 你跟谁说 你看拳吧 你 这几个小伙子还真猫 有一位过来 迎面就一拳 绝缠怎么样 跟德哥默契 俞俞修练过几天 不含糊 哎 别动手 动手没你的便宜 冰邦这一打呀 你还别说 这四小伙子 还真没把他怎么着了 他也挨些个拳头啊 让他踹两脚 没打躺去 把这四位累得够呛 怎么四位没吃饭呢 和尚吃饱了 和尚吃完正好松腾松腾筋骨 锻炼锻炼身体 省得及时 和尚这一打呀 打得浑身健康还挺高兴 和尚你们几个就这能耐吗 和尚不怕 这五位当中啊 那中有个女的 这女的一瞧 你们给我起开吧 过去一身腿 叭街就趴下了 滚蛋 呜 决斩一瞧 这女的可比这四小伙子厉害多了 眼看人过来 四个人把他摁在这儿 混离结结实实 看见他还有凶器 他有刀 连在这铺一块扛 走走走走 顺山路 屡屡屡屡 几个人呢 一边走 一边连打带骂 和尚呢 嘴上也堵上了 也让给捆接着了 还不了嘴 一会公伙一看呀 带了一片庄园 挺好的房子 把这个庄园呢 叫开了门 让进去 赶紧庄子里的人不少 找个小黑屋啊 就把和尚往里边这么一扔 听外边吸哗哗一锁 关起来了 也不知过多长时间 把门又打开了 带出来 带出来 给他推着头了 老爷子要问 走走走走走走 一看呢 孩子跟他打架那几小伙子 递了啥 连推带嗓连骂 他这嘴堵着呢 他的眼眉蒙着 他一瞧啊 听讲究一片庄子 在庄子里头啊 大院套 投了大长院 这儿是单有三间茅草屋 到茅草屋门口呢 瞧那女的了 就把他踹踏下那女的 一掀那茅草屋的小布帘啊 往里挥手 小哥姐直接把和尚就给推进来了 到屋里一瞧啊 和尚一瞧太能装着玩了 怎么 我说听讲究一片的庄园里头 这么好的房子 怎么会有三间茅草屋呢 从外边看茅草屋 里边感觉也是粉白庄前 外边单挂那么一层茅草 要这样子 再一瞧啊 三间净屎 宽敞明亮 屋子里头点着灯 有两个人正在下棋 上手啊 是个年老的和尚 下手呢 是个白胡子老头 小哥几个把绝肠往里推啊 俩人不下棋了 这个老者一回头一瞧 把他嘴里堵的东西掏出来 把绑上给他松了 哎 老爷子 他要跑了呢 到这他还跑得了吗 松开松开松开 和尚 你 就是偷嘴吃的和尚啊 决斩一听 谁偷嘴吃 我等半天 直喊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 我饿极了 给吃了 吃了 说多少钱不就完了吗 赵架赔偿 你们和尚我有钱 你钱在哪呢 在入套 他们给我抢了去了 连我的借刀都拿去了 你这几个人呢 简直废物 四个人打我一个都不成 他们欺负人 以让人多势众 那你怎么又被勤了呢 有个女的挺厉害的 把我打了 老头子一听 哎呀 这四人呢 笨汉子 他们也不会武术 是不是 这个女的是我侄女 她跟我学过 那么三天两天的 自然就比你高啊 你待着吧你 老头子 你这个岁数了 你还能有把是吗 你这岁数 我瞧得有八十多了吧 哎 八十不值 反正是比八十大 那就是了 我二十郎当岁 你八十都多了 你就说年轻时 你练过几天 你还能到什么份上 上手那老和尚一听 哎 这话不对 你看 你也是和尚 我也是和尚 既然是出误会 你吃的东西 愿意赔偿 也就无所谓了 你被他们勤了 他们人多 你人少 也不算你丢人 可是你按这个岁数论 我可不成 岁数大 不一定就大不过你 你还别说他 我比他岁数还大 我瞧你没得岁数大 你看不上 实际我比的大 白五老头说 是啊 高松年龄 确实比我大 告诉你小和尚 老和尚 年长我十来岁的 是吗 那还不得一百呢 老和尚 你也会呀 嗨 我什么会不会的 这么着吧 小和尚 咱俩比试比试 不比 我把你打坏了 怎么办呢 直接您老人家就圆祭了 哎呦 你还别说 还真是向着我的话 那咱别动手了 咱比比力气怎么样 说的话站起来了 老和尚王姐站 他身在底下坐个石堆 这石堆呢 是骨形的 整个石头 上子一眼 底下一眼 就是通着的 就这么俩眼 就这么一人一石骨子 他王姐站呢 他一闪声 拿手一指这石骨子 小和尚 你能把他举起来吗 觉察一瞧啊 这么圆 这么高 除了当家这一窟窿 可都是石心的 整块石都打 这我举得起来 你来来 老和尚说着倒脆一步 你来来吧 觉察往前一脉步 把那个可就搬躺去了 正好啊 这一眼 这一眼 拿手指的往里一插 王姐这么一抱 哎呦 一翻弯了 哎 觉察真不含糊 把石骨子就举起来 他会显得有力气 偷演一瞧 白胡的老头 跟这老和尚 窝子里这这年轻人全丑的呢 他要卖拍卖拍 是三举三浪 他把这尸骨往地上一扔 说话呀 等会等会再说 你让我举起来 我三举三浪 你能吗 老和尚说哎呀 照你这么举 那不麻烦了吗 还喘成这样 这不有窟窿眼吗 干嘛还两头 给他插住了再举 那怎么举 一只手啊 他撂一说 这骨子本来就在地上呢 就躺着呢 老孩就蹲下来 老孩拿一个手指头 把这哭了一捅 帮起这么一条 瞧着啊 你来了 确斩这么一条 哎呦 这老和尚 这力量也太大了 嗨 你怎么这么大力量 这不是力量 这是功夫 呸 呸 却探可乐了 我一人 跑出来 不就为了访明师吗 碰着有能力 得教我 不就行了吗 扑东西跪下了 嘿 老和尚 您也是和尚 我也是和尚 行嘞 我就拜您为师 咱就小这手 老和尚一听 面带愁容 你这怎么话说的 我为露手能耐 跟他逗着玩 也难说我多少年不动武 今天怎么会当着这个孩子 露一手能耐 难道说有点缘分吗 旁边白胡子老头乐乐 得了 那您 就收的微图吧 啊 真收啊 收吧 把您这点能耐传给他 我看也不错 好吧 那你先别跪着 起来吧 您这是同意是没同意 别忙 我先问问 你跟哪个庙出家 你姓什么叫什么 怎么回事 绝斩这人都不说瞎话 我复兴末期 单子名领 我家里是这么这么 这么一回事 有的算命算 我们哥俩分出 我哥叫默契玉修 我现在身上那点把事 跟我哥修的 那时候默契玉修 在江湖上也没这么名啊 老侯也不知道 老侯我给你指引指引 这位老者 我问他是谁啊 他是隐居此处的建可名 叫张学陶 这四个年轻的 都是他的徒弟 这四个年轻的当中啊 有三个人姓鲁 是青哥萨 鲁宝殿 鲁宝光 鲁宝明 还有个最莫拉俩呢 就最先跟和尚动手的 这个呢 叫薛青 这四个都是张学陶徒弟 说建个徒弟 怎么跟和尚四个打 一个都不行啊 说是张学陶徒弟 老头可一天没教过 老头是隐居的建客 就说你们四个人非要拜我 那你们就拜 爱跟谁练跟谁练 我是不教 我这辈子都不动武了 这辈子不练 那你还别说 这女孩子不错 这女孩子是他侄女 张学陶一辈子没结过婚呢 是没娶过媳妇 没生过孩子 这个女孩子是他亲侄女 叫张采凤 就算他过境的女儿一样 他这武艺也不是跟张学陶学的 跟他爸爸学的 叫张学陶的兄弟 这老爷子现在已经不在了 他这两下子呢 家传还算不错 在女的里头就算把手了 得了 那我教这四个师弟吧 教这四师弟的能耐啊 都半不啰啰 他也不会教 所以这武艺都不怎么样 平常呢 庄子里头啊 闲着没事就出去 师兄弟一块练练 练也打点野味什么的 哎 打点野味呢 就半山亭那 开一个小型的酒会 带点酒带点菜 哎 这哥四个呢 都很爱慕采凤 可有一节 谁也没提出来过 都怕伤了弟兄之间的感情 那么采凤呢 比他们大点 也知这四个小兄弟 跟自己一句错话都没有 拿他们都当弟弟 那么实际这五人呢 差不多啊 隔三差五啊 半山亭那就得玩一回 喝点酒聊回子 今儿怎么回事呢 今儿把这菜啊 酒刚摆上 这草丛里头啊 哗啦哗啦响 几位个就追下去了 追挺老远 单等这空子 何能来 把酒肉都吃了 这几位转圈 什么没瞧见 书中代言 草里头有条蟒 这个大蟒啊 动静挺大 你一般人你要追 你还追不上他 经走的这条蟒啊 几个人 兴兴而返 也没瞧见 一干合上这偷吃酒肉 薛经就说了 你这调虎离山 弄出动静来 你为骗我们吃喝 这才动手 几个人把他带回来 面见张学陶 老建哥就气乐了 说你们吃饱了 撑的为事 逮个和尚干嘛 酒肉吃就吃了吧 他带着钱呢 让他拿出俩钱 没有钱呢 就算施舍的了 他本身就是化缘的和尚 走咱门口化点 你不还得给他吗 给他这吃 给他俩馒头不就完了吗 好用酒用菜的都归他一人了 还真能吃 你把他找到我瞧去吧 这才把他到的屋子里头 这客人就要走 学导老将说 您别走 您看看 尤其是沙门中人的 您带走就得了 本来就这么说的 都介绍完了 以往经过也说明白了 那么我要拜您 您是我师父 您是谁呀 嗨 我俗家的名字 就不必再提了 我们弟兄一共是三个 都是托字的 我是大师哥 我叫托元 哦 那您在哪练呢 我就在这后山柱 感情此处名叫福先生 投了张学陶隐居这庄子 叫福仙庄 后面有个福仙洞 没有妙 托元在福仙洞里边 此日清晨 辞别张学陶 可就把 绝禅僧带到了 福仙洞内 这才对着 小和尚说自己的一些个经历 托元和尚把自己的事情 跟他说清楚了 说这样吧 打今天我跟你习练武 啊 这个习练武艺 是习练武艺 你原先会这点呢 嗯 就不必再记着了 咱们重新练 重新打鼓 令开张 这一练的就是好几十年 绝禅僧是拖元的徒弟 这天呢 老和尚拿回啊 两口刀来 这两口刀啊 在刀鞘里边搁着 两把刀可是一个刀鞘 老和尚把这都拿出来了 说你瞧瞧 这会儿绝禅呢 岁数也不小了 是老僧 不过就是跟着拖元呢 学了几十年武艺 放在江湖上就是剑口 那这刀怎么回事 嗨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啊 我呢 打到了这么一对刀 可是我多这年都用不着了 是师父您这功夫太大 用不着兵着 也不能那么说 咱俩俩的缘分也差不多了 这么着 我给你留个念想 这两口刀啊 当初我是为了削我的幸福 这口刀啊 我给起名叫降龙 这口刀啊 我给起名叫拂虎 这是一对啊 龙虎双刀 龙虎双刀在一个刀鞘里头 这么着 你看看 把这降龙刀拿过来了 递到了 绝缠的手上 绝缠合上伸手 接过来用手一颠 嘿 这口刀好宝刀啊 金光闪闪 刷刷凤光 一看刀瓣扣了俩字 降龙 你再瞧瞧这口拂虎 把这拂虎又递过来 拿着这拂虎刀 这么一颠 似乎分量稍微比那降龙差一点 一看刀瓣上刻着拂虎 你喜欢哪把 我愿用那把降龙 好 这把降龙给你 单做刀鞘 这圆鞘装给拂虎 我可就拿走了 您给谁去 你还有个师弟 我把这口拂虎刀给你师弟 日后你们弟兄两个人在江湖上相认 就凭这降龙拂虎刀相认就是了 好吧 老师走了 那我也就别在家待着 我也出来吧 他也顺福仙山出来了 离却了福仙山福仙洞 绝禅僧 这才 背地一口降龙刀 行走江湖 可了不得了 他厉害呀 这个武艺放出来 一般的剑个侠客 可就打不过他了 江湖上赫赫有名 绝禅僧 人称光明 毕如佛 这次后就闯出来了 这一天 跨着这口降龙刀 正往前行 一看迎面 来了一伙合征 足有七不十位 这七八十合征可不含糊 全都啊 配着片上 大家傻 手里拿着直式法器 连敲带踏 迎面就来了 毕如佛 绝禅僧就往道旁这么一立 风手合十 他那一次这拨人过去吧 他看着这拨人 就不定上谁去做法事 哎 他做法事别半道插 怎么半道就插上了 不知什么意思 他在道旁边站着 这回来打的跟家一共呢 互相打招呼 哪知他刚一打招呼 七八十合征把他围着 围着他唱唱 这绝禅这和人啊 就小的时候 刚出家的时候 他念过几天经 大部分他竟习武了 这经文认得差点 他站着愣了 他是江湖人道不害怕 这么大能耐 哎 中卫师兄弟 你们围着老僧干什么呀 他这一问话 这帮和尚 不唱 问一下您 您说 您是上绝下禅 光明披露佛 绝禅老禅师吗 和人愣了 你们怎么知道呢 行了 您赶紧跟我们回寺 接任主持方丈 我先别接任主持方丈 什么事 我们老方丈啊 元祭的时候 说了 说三天之后 让我们奔东南方向 走出这么远来 有一个老和尚 立在道旁 画着一口宝刀 说就是 光明披露佛 绝禅禅师 让我问明了 要是这位 就请回去 接任我们的主持方丈 我们的老方丈 算出来了 啊 你们老方丈谁呀 是绝尘禅师 绝尘是谁呀 那按那字 跟我是一份 那我不认得 您认得不认得 我们不管 我们老方丈 早就安排好了 总有些灵验 您呢 先跟着到庙里 什么庙 毗卢寺 赫啊 这算对了 我江湖人称光明披露佛 他这是毗卢寺 他走 先跟你们去一趟 道上一问众僧侣 才闹明的 这绝尘可神了 能瞎会算 那位说 绝尘真能掐会算吗 还真不是 干这绝尘呢 也武术家 武术家可是武术家 绝尘不漏 他不练 他年轻如烈 他自从主持 毗卢寺以后啊 一天他都没练过 当着人 他从来都不练 他这庙呢 有灵验 怎么有灵验呢 老和尔晚上闭关之后啊 换夜行衣靠就出去 他四处打听事去 谁家有点什么为难招待事 他都问清楚了 然后他又回来了 有庙里烧香的 那没个不灵验 他一说准准 刚往这一跪 他就知你夺的难处 为什么头天晚上 到你们家去一趟 哎呦 这越传越神 就说这个 毗卢寺的绝尘老方丈啊 能掐会算是 知补未来 他干嘛这样呢 他一这样 他的信服力就大 庙里香火就好啊 绝尘给这一座毗卢寺啊 可就算造了福了 要不然这寺里边 也不能有一二百僧众 你琢磨琢磨 广迎接新方丈 就来七不十 这毗卢寺是个大庙 足有一二百啊 合着 可全指着呢 绝尘吃饭 绝尘要不故弄点玄虚啊 这庙里香火就没有那么旺盛 那么老和尚也是真有能耐 一次没师父手 也没人知得会舞 就这么着 过了很多年 绝尘啊 年龄大的健感力不从心 我这都这岁数了 我还老夜里换夜行一靠出去 这可不老合适的 我得找一个呀 能够继承我这庙产 主持我这毗卢寺的 传这么人才好 他不能传到寺里的僧众 为什么呢 这寺里僧众他都了解 各有各的毛病 而且呢 都没有什么能力 关键也没有武艺 没有武艺 庙里所有人欺负不说 自己平常做些这个 这些事情啊 他就办不到了 关键 他这庙产 现在是多的 你要没能的人 守不住这庙产 也挟制不住啊 这一二百僧众 这些个庙产当中呢 独有这么一二东西啊 这庙里除了几个老合 人年轻都不知道 他这庙里的 就是在绝尘来之前 就有毗卢寺 有一件镇寺之宝 是一块蓝宝石 这块蓝宝石啊 足有鹅蛋大小 天产的 平常搁在锦衔里都不说 但要说把这块蓝宝石 从这个 衔里边拿出来 白天也就放个七八寸的光 要到晚上可就了不得了 能放三圈光 最外边是一圈清光 在这清光里头 有的淡蓝色的蓝光 最里边可就墨蓝色的蓝光 都是这蓝宝发出来的 这三圈光啊 能放 几尺长 照在这屋子里头 碧蓝碧蓝的 都能给照亮了 这是个镇寺之宝 老和尚说 我就是圆寂或者走 这个东西 恐怕就要保不住 怎么办 我得找个有能耐呢 他可就跟啊 手下的徒弟们啊 毗卢寺的僧众说 我这回闭关 可时间长 我得闭一个月关 这一个月之内 你们谁也不要来打扰我 说那您不吃不喝 你们甭管 这四后啊 有一座塔 这塔很高 这塔呢 我进去之后 你们从外头 把门给我关上 就不要来打扰了 小孩把他关在塔里边 他顺呢 三楼塔窗上跳出来 他就跑了 他仿继承人家了 江湖上一仿 怎么那么巧 让他碰上绝缠了 他不认得绝缠 他一看老和尚 威风凛凛 挂着一口刀 瞧这脚步功夫 只在自己之上 绝尘暗寒可就坠下了 绝缠不知道 绝尘老和尚一仿 那感觉这位就是 拖元大和尚的徒弟 这位还是首徒 江湖人称光兵 毗卢佛 我这毗卢寺 他要来郑和市 得了就这绝缠了 看他往哪走 他要奔我这四的方向走 就算行了 是有该找 这绝缠呢 还真走上这条大道 绝尘一瞧 三天之内 他必然敢到我这四的附近 我就这主意了 连夜他就跑回来 回来的就说 我要圆寂 我圆寂之后 三天左右 你们沿着这股大道往下找 有老和尚叫绝缠 江湖人称光兵 毗卢佛 跨一口行龙宝刀 你们让他继任 就说我算出来了 别人谁也不成 你们这一二百人都得扶他 大伙都扶老和尚啊 没得说呀 另外有几个老和尚 我告诉你们 别的庙产不要紧 这块蓝宝石 我信任你们几位 你们交给绝缠 在他手里算丢不了 三天呢 我圆寂 什么圆寂呢 还是那塔 这回啊 我进塔之后啊 你们就把塔整个气死 看着 二楼那小窗户 一冒清烟 你们就开始气 可有一节 连窗户在门泉气烟了 别让这清烟走近了 这清烟要走近了 这庙里的风水就没了 那是庙里一点的香火 以后的事情 你就不要管了 这座塔永不许开 嘿 大伙子们一听 行啊 那都扶这老和尚 就都遵您的法御吧 老和尚啊 都洗干净了 穿上新僧袍 大家伙一块给念咒念经 老和尚态度从容 可就进了这塔了 到塔里边 把塔门就弃了 大伙呢 都上后边看小窗户 二楼小窗户 一会一瞧一股青烟出来了 封 和尚一块围这塔 大伙一块拜呀 这个庙以后再有香火 不上头的拜佛 上塔这拜老和尚 都知老和尚灵厌吗 老和尚呢 瞧你瓦将在外面去 一人在里边 奔楼上走吧 到上头忍着 夜晚之内呢 把自己脱的衣裳 全都脱下来 换夜行依靠 老和尚 设三楼窗户 又颠了 不放心的 半道等着绝禅去 你别不往这条道走啊 你要不都 我给你斗 也得给你斗了呀 一脚一天两天 绝禅走的 他离的庙没多远了 暗中在桥啊 庙里的僧众 全都半上 打着指示念着经 念着佛 迎接新方荡的 他一瞧啊 两边就要碰上 这就算行了 这才隐去行迹 绝尘走了 这庙啊 归绝禅了 老和尚真够 大家伙不知道 这些细情啊 就说是我们老方畅 绝尘临死时候又发育 叹说的话 一次没叙过 回回灵宴 您赶紧到庙里 接任主持吧 光明披卢佛 莫切林 发号绝禅一听 我出来几十年了 空有一身武艺 你还别说 我还真想找这么个地方 我别让托远老和尚的武艺埋没了 一二百和尚的庙 就没一个好的能够跟我习武吗 好吧 先到你们那去 到庙里瞧瞧啥了 怎么 雾这庙可大 雾里灰黄 香火不断 和这绝尘老和尚真有能力 把一个庙弄得这么好 到方丈使吧 几位老和尚来了 这几位老和尚都是当初 绝尘的心腹人 说 我们也不敢瞒心媚己 啊 老方丈不是圆寂了吗 所有的庙产的布厕都在这 我们一样没俩都跟您说 为什么 都怕老和尚有灵验子 真没有说瞎话呢 啪啪啪一过账 绝尘烦了 行行行 这我也看不到明白 原先你们怎么办 还怎么办 让庙里这一二百和尚都吃上饭 就是了 那行 那我们就不给您添麻烦了 要紧的呀 绝尘师兄 有一宗镇寺之宝 您得过过目 什么东西 那咱们单到觅食 几个老和尚啊 就把这蓝宝给取出来了 打开弦这么一瞧 绝尘和尚大吃一惊 呼 没养到皮鲁寺 那还有如此质宝 哦 行啊 这绝尘真不少 给我留东西呀 我得谢谢他 他在哪葬牌呢 寺后的这个高塔 哦 怎么进塔 进不去了 都给封死 连二楼窗户都封死 三楼呢 三楼行 但上不去了 四楼 四楼也行 窗户都没差 都能上 那你们甭管了 晚个啥 一人到塔底下 纵身行 搬塔延 他上去 二楼都封着呢 他也别破坏了 奔三楼 三楼一推 小窗户一瞧 虚掩着 哦 估计 绝尘就打这走的 翻身进来 进塔一瞧 裹不出自己意料 走了 就生一堆衣裳 留一封信 可就把绝尘的历史说了 感情是大贼 前名的大贼 老和尚打 盗完了这件 国宝 就隐姓埋名 再也没敢露面 脱名 绝尘在 皮鲁斯 一人几十年 现在把这宝贝啊 连这四整个交绝尘了 知道你必然到塔里头来 看见这封信呢 我就把这个所有原委 都跟您说了 您就好好接着干就是了 绝尘一瞧 嘿 这不错 不错是不错 绝尘绝尘 我没你这两下子 你有经济头脑 而且你晚上不睡觉 穿着夜行衣出去 管闲事去 头天人家拜佛 许了什么愿 你真给人还愿呀 我这累了 我是多元的徒弟 哪有姑姑 跟你干这事 也罢 我别让你这块蓝宝啊 糟尽了 第二天 他带着蓝宝啊 又上塔了 可就把这蓝宝啊 搁塔顶了 七层浮屠塔顶 往上一搁 这几尺蓝光往外一貌 可了不得了 他这时候比绝尘还厉害 感情啊 后山这塔高 四香八震都瞧得见 没人上去 不知道上到一块蓝宝啊 就说绝尘老何的险胜 他在塔里疯着呢 那太灵验了 哎呦 每天冲这塔磕头的人 他不计其数 就给这块石头磕头 绝缠一条 这香火更旺 把这几个老和尔找来了 怎么样啊 你们瞧 你们看啊 这个月进账啊 啪啪一打算不得 你们比绝尘师兄在的时候 您这管理的还好啊 瞅这意思咱们快上市了 我瞎说不负责任啊 我听说有快上市了 行了那你们就好好干吧 每天呢 他都不是别的 他低了刀啊 围着塔在这转一圈 哎 另外呢 他这躲着塔后的链链 就这一晃啊 就是十年 这天早晨起来 天光刚亮 由小和尔来报 毗鲁寺主持方丈 光明毗鲁佛 绝产老和尔说 师父您上塔那儿 瞧就这吧 没光了 昨天夜里的 就有好多善男信女 拍山门 说佛塔的佛光没有了 行啊 你们甭害怕 没事 不要紧的 他白天呢 这宝贝他不放光 您多么塔头了 围着这些人的不得巧啊 他是故作镇静 今儿晚上就有个水落石出了 他拿大话把大伙都压制住了 但等到夜晚之间 老和尔绝馋 跨着一口降龙宝刀 可就奔了后边七级塔了 翻身上塔 到塔尖那一瞧 他亲手安放的呀 就是放蓝宝那地方 宝石一然不见了 换了一块普通的鹅乱石 鹅乱石上的呢 底下压着这么一个纸条 他把石头拿开 把纸条拿在手中 低头这么一瞧 身背伏虎 访祥龙 盗去了 佛光 魏师兄 这两句话 别人看不懂 光明 披露佛绝缠 一看自知 身背伏虎 仿降龙 当初老师说了 两口刀 一口降龙给我了 那口伏虎 给了我师弟 弟兄二人见面 就凭着伏虎 降龙相认 你拿着刀上庙里 找我来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盗去 我的佛光蓝宝啊 你盗去佛光蓝宝 不要紧 我栽了 这哪是仿石兄啊 这不是害我吗 纸条一收 还把鹅乱石 摆在那 下来了 回来开动脑筋呢 怎么办呢 跟僧众没有交代呀 可就把 这几位老侠儿 找来了 说这个塔底 放蓝光 你们要知道 知道 就你们把蓝宝石 搁上 我们一看呢 那上头放蓝光 我们就疑惑着 那块蓝宝石 你应该放上头 放上头 放上头 您怎么放上头去 我们可不知道 那七级塔 您怎么上去 那您甭管 现在蓝宝石没有了 这怎么办 这个 这咱们就说呀 老侯已经成佛了 老侯一成佛呢 得上西天如来那儿 去听经去 咱们这儿 得走些日子 跟咱这儿 请假 披露佛这儿 先请先日子假 就行了 那这个 四乡八镇的信众能信吗 那就带我们几个说吧 那我就教你们了 我得找宝石去 宝石呢 宝石丢了 呦 怎么丢 谁上得去 你说我能上去 我要能上 就有人能上 那到去宝石之人 您知道吗 我太知道了 我亲师弟 即使您的亲师弟 为什么要到走 他这是访我 访拍山门 访您的 到东西干嘛 我也不知道 那您的师弟叫什么 那谁知道 几位老侯一听 我们都这岁数了 这瞎话 我们可有点听不下去 又是您的亲师弟 又是访您 怎么连姓什么叫什么 都不知道 他我真不知道 老师就说 哎呀 什么姓什么叫什么 在哪儿 全不知道 那大海茫茫 您哪找去 这个 我 阿弥陀佛 绝产老和尚真 找了急了 那不找也得找啊 这么办吧 多则两月 少则一月 我必回皮鲁寺 找的找找不着 我先回来 跟你们说一声 我见着 我见着我这师弟呀 降龙对付虎 我要不把他给制住了 他小瞧于我 这是哪里当师哥的 推不当回事了 这不是戏耍绝缠吗 绝缠呢 这伙上来了 跨着一口 降龙刀 辞别了皮鲁寺 众僧众 他走了 皮鲁寺 这个老和尚呢 就在这个塔头了 搭起法台来了 坐上法室了 那四江八这人 瞧不见佛光了 大伙都来问了 这人越居越多 几个老和尚真能说 挨个儿一给解释 反正有信的 有不信的吧 那要是有钱挣的 还让这磕来 有的一瞧佛光没了呢 打这不信服 就不让这磕头来了 就是了 庙里的损失 倒还不打的 庙产多呀 不提庙里的人 单说绝缠 墨奇林绝缠僧僧 可就顺这个皮鲁寺一走 也不知道奔哪去 走着吧 走来走去 走到这么一个庙头了 一看 得了 我就这借宿 啪啪啪一打山门 脚的门开放 出了个小老道 是个老道观 大师父 您怎么样 借宿 我做不了主 您稍等 一会儿的工夫又出来了 把脚门开放 可就把绝山村给让进来了 说我们当家的说请您到后边 绝山跟着到后边一瞧啊 嗯 这有个老老道 老老道老老道 旁边放着有兵器架子 有点年轻的小老道 似乎是刚练 哎 正练着 一瞧来客人就不练了 合着人家是练武 我打扰人家了 要都是武术家 那就好办了 阿弥陀佛 道兄 贫僧我可打脚了 不打脚 这个 十方四 收的是十方人 您是出家 我们也出家 虽然说呢 三清和这个三宝啊 咱们不是同宗 但也算同源 这样吧 您先用斋吧 不忙 你们这是不是练武呢 还您别提 您别提 打着说老道 脸上转眼转色的 瞧了瞧人 看了看刀 一会儿几个小徒的 要得罪您的地方 您可千万别见怪 哎 这是什么话 何言得罪啊 你们练练我看看 要是好 我向你们学习 要是说练得稍微差点 我帮你们指点 又来了 您这话怎么又来了 我怕就怕这个 怎么 前两天来一位 也跨着一口刀 哦 跨着一口什么刀啊 他那刀啊 还拿着让我们瞧了 别的我没记住 刀瓣上刻着 俯虎二字 嗯 绝察一听 行了 好啊 这可是踏破铁蝎 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来来来来来来 你跟我说说 老道姓马 叫马宗玄 人称飘风仙长 钱文书您听 有个马宗卿 跟他就哥俩 这个马宗玄 马老道啊 在这道观服一天了 这天带徒弟正练 墙头上有一位说话 你们练着这都什么呀 这徒弟不干呢 嘿 偷庙产的来了 这位不一样蹦下来了 我打这过胆的借宿 借宿拍山门呢 怎么翻墙头啊 我们这问你 你又说借宿了 你要偷庙里东西呢 我到这啊 就是想借宿 看你们这练 所以我才爬枪头 你们这练的都是什么 这是你们师父 就拿手一直马宗玄 马宗玄有点含痒 没敢搭成 您怎么意思 什么怎么意思 就跟你这住一宿 吃点 一会把韭菜端上来 先不忙 不看你们练 你这几个孩子 让你给糟进了 挺好的 年轻人哪能这么练呢 这几个年轻不爱听 我说你哪来的你 你干嘛呀 什么叫干嘛呀 你们不服啊 不服比伙比伙 这上来那趴去 马宗玄一看实在不成了 过记身手 没两下也趴下了 唰拉一下 这位把刀亮出来了 马宗玄一看 你还要行凶吗 难道说你要杀我 庙里人不成吗 我杀你庙里人干嘛呀 老老道 小老道 有什么可杀的 让你们看看这口刀 我刚才跟你们没亮刀 我这口伏虎刀要是亮出来 敢说天下没有对手 可也慢说 有个使降龙刀的是我师哥 他是个和尚 我也不支持他高啊 是我高 反正啊 江九得会会 我得碰碰他 老道记住 一伏虎刀 一降龙刀 得了 那您吃饭吧 这位大模大样 吃饱喝足走了 老道还带徒弟练呢 今儿又来一和尚 也跨着刀 说那话跟那天差不多 你们练练 我瞧瞧 你们要练的好 我跟你们学 要不成 我跟你们指点指点 又来指点的 老道实在没辙了 把以往经过这么一说 哦 那你看看我这口刀 唰拉一下 把降龙刀亮了 对 差不多 好像您这手头 稍微沉点 那口刀 手头稍微轻点 背刀之人 姓什么叫什么 不知道 哪的口音 听不出来 长什么模样 干不经受 小老头 也说不出出奇之所在 没问出来 呀 这上哪找我这师弟去 哎 大和尚 您干嘛 这么长虚短探的 您 姓什么叫什么 哪儿 出家归一 你要替我归一 我还是小的时候 归的一 我现在出家 我主持一个寺 叫毕鲁寺 哦 光明毕鲁佛 您是绝禅禅是不错 就是我 那我打一打 您俗家 俗家怎么 您俗家是不是复兴末期 单子名林呢 哦 你还知道我俗家的名字不错 哎呦 马宗璇眼泪下来了 您还满事找师弟呢 您不找找哥哥呀 阿弥陀佛 这哥哥嘛 摩奇林你听对呀 我还有大哥呢 几十年把大哥忘了 没大哥我出得了家吗 我大哥还活着呢吗 我大哥比我岁数大个一两岁的 可我有功夫 我是拖元的大徒弟 我现在这岁数 一般人活不到这会儿 我是内外双修 还能穿翻月底 一口龙林刀 敢说天下没有对手 我哥哥还在吗 您不知道啊 嗯 我不知道 他也疯了一人了 学了能耐了 江湖人称 不兴建 跟末其语修 我对呢 是我哥哥 已然惨死在年公馆之内啊 哦 你知道 那是我们三清门的老前辈啊 感觉老道 现儿老道 马宗璇就把 夜入年公馆 怎么样刺杀年耕瑶 被擒 天灵侠 王凤跟同林 两人把末其语修啊 擒住了 为的毒药 结果那么大的末其语修 抽吃到二尺来的 活活 活活给要死了 啊 啊 墨沁力听 勃然大怒 想我之包兄 虽然实在未曾见面 守情利刃 夜入成都府 打算到年公馆 刺杀 外放的钦差 这是不法 这是灭门九族之罪 可是再大的罪 不也是一刀之苦吗 就是皇上老爷子 把他逮着万寡 灵石把我们末其一家 错误 扬灰 刨坟掘墓 也没有拿毒药 给咬死 这条罪啊 你们什么侠客 你们也特意的胡来了 就冲这手 抛兄之仇 不得不报 我先别找这俯虎了 去他地吧 怎么 还让你找我来吧 似乎像我这师弟 这能为 仰仗着一口俯虎刀 活光蓝宝在他身上 料然并没有大碍 不如我先购奔公馆 行此年庚瑶的围紧 他恨上年庚瑶了 打这决斩老和尚 辞别了老道马宗旋 他不笨啊 这江湖上找这师弟去了 他笨年庚馆了 那就好找了 够笨年庚馆 他这么一转悠 背着一语道破 老和尚亮自己 降龙道 蹦到院子里了 说你们谁要拦着我 刺杀狗赃官年庚瑶 可别说老和尚我不客气 东霞南霞大怒 两个人一听 这个和尚这么大岁数 一口宝刀 倒是精神兜唐 可你也不对口出这样的狂言呢 这才有镇东霞亮自己的宝剑 108式青龙将过来拿钱 一搭这口刀 感情不灵 战斗里也就二三十盒 就处于下风了 南霞亮自己的拒绝大宝剑 叫立一声震东霞 侯大帝且末彻招 我也要领教高僧绝学 别彻招 你下来我过去也不行 俩打一个就算完了 他过来这一地家伙 感情俩打一个都不成 就听有人声落红中 说了这么一声 二位贤帝且慢彻招 我也要领教高僧绝学 福利一打还不都起来 大家伙拳起来了 北侠和秋天秋背雨 亮碌碌大宝剑 三峡战秋缠热闹回幕是尽在明天 Mater见 大师 三� murm 脑 二 四 一 二 三 二 brace 好 乐 滞